欢迎回到诗城六点半 第一个全国性的父亲节活动早上在体育城登场 吸引了近9000人报名 一同欢庆这个全天下父亲的节日 为了促进亲子关系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正探讨在全岛不同的地方 举办更多这类的活动 一同拍全家福 参与障碍物接力游戏等等 大批民众聚集体育城 一同参与这个大型父亲节活动 肯定父亲们的贡献 也鼓励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表示 父亲在孩子人生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孩子迅速成长 应该从小给予孩子一些特别的回忆 父亲对孩子的关爱是终身的旅程 只因为他们生长 我们不断终于他们的父亲 我们不断终于他们的父亲 我觉得强烈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以我们的角色模特性 希望以我们的角色模特性 我们的孩子也会成为好父亲 一直有本地足台名将和国会议员组成的足球队 就希望通过足球鼓励父亲和孩子培养亲子关系 球队每个月都会和不同社群踢友艺赛 包括学校和监狱里的父亲们 在体育城举行的父亲节活动 也让父亲们在这个承诺墙上写下诺言 重申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活动由新传媒和好爸爸中心联办 并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人口及人才署支持 好爸爸中心接下来也会主办更多工作方和活动 观众 谢谢大家